我11月初的视频说 预计人民币近期是一个升值的趋势 没想到最近升的是真的猛 一眨眼间功夫就到了7.16了 那人民币为什么升值 其实和中国经济最近的好坏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核心的原因就是 美国这边本轮加息 大家认为是结束了 伴随着是美国常债收益率的降低 以及美元指数的大幅降低 人民币自然也就升值了 这可让今年一直在维稳人民币的 我们央行是常常的松了口气 另外虽然不是主因 但是最近还有些小的原因 也让人民币升值了 比方说我们的外贸企业 通常是要年底支付大量的人民币 来付给供应商 或者给员工发工资奖金这些 这会让结会增加 从而提高人民币的升值的动力 另外最近我国的地缘政治 也有点变好的趋势 比方说我们和沙特 刚签了500亿的本币付换的协议 利好人民币吧 另外看到国外的投资者 在大量的资本外流以后 现在也有点触底回流的趋势了 比方说国外的投资者 买我们政府债券的资金 就连续三个月下跌以后 又开始转正了 这个和美联储停止加息 以及我们政府坚定的划地方债 给大家信心有关系 总之也是利多人民币的 人民币加息还会涨吗 长期很不一定 但是短期刚才说的这些理由都是成立的 而且你从美元指数上看 11月美元指数可是跌了2.7% 我们人民币才涨1.6% 所以说还不够呢 所以说本次人民币的升值周期 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